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先请教两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这个大概对院长来讲是比较不伤脑筋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有一位署名古市侠峰的民众 叫行政院陈贤 行政院建言回函信箱就一直灌报 古市侠峰的这位民众的一个信箱 大概每天从上午8点到10点 平均每15分钟就寄一封信到他的一个信箱 那累计已经寄了1400多封 对民众来讲相当困扰 跟行政院建议 结果行政院就天天寄这个电子邮件 这个所谓的这种类似垃圾邮件的这个来骚扰这个民众 那行政院也跟他回复 也跟他回函 说他会立刻改进 弄到最后 这一个部分都还没有处理好 所以行政院的这个办事效率 真的看在民众的一个眼里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现在已经处理好了 这个小事都办不好 这个行政效率 大家难怪会诟病 院长你知道吗 按照我们立法院出审通过的 滥发商业电子邮件管理条例 你知道这种滥发电子邮件 这个类似这种电子邮件 你知道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这个跟那个条例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对 假如是商业的垃圾邮件 第一他有故意 第二个属于商业性质 假如是商业垃圾邮件 每一封啊 这个大概要花500到 这个行政院的版本500到2000元 所以你假如是比照这种滥发商业电子邮件 我们行政院你知道要赔偿这位民众多少钱 我们感到很抱歉啦 技术上的一个错误造成这样一个 所以 已经 要求改善那么久 然后到最后 这几个礼拜的时间才把这些小事情搞 所以院长 真的是要检讨 我认为 行政部门的螺丝要松紧 要 要 上紧发条 好不好 这种小事情 行政院要上紧发条 谢谢陈委员指教 那第二个 就是有关早上 大家也在询问有关 台北的暗杀星电子禁忌 相关的部分 在美国拿下的总冠军 那 这个部分我想就教一下院长 就是说 早上教育部也特别提到说 有关相关的这个教育啊 或者是说相关的这种 相关的这个研议 的补助 或者是相关的这种优惠 我不曉得教育部 早上开会 这个情况怎么样 那我也请教育部 能够也一起上来 那第二个 这些选手 比照韩国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补助 或者是奖励 其实这些选手 只要 只要跟文化创意产业有关 尤其这种数位内容等等这些产业 这些人是免服兵役的 我不曉得院长 对于这些 选手 除了说在教育 或者是在体育 我们相关的体育 或经济的 像经济部的补助之外 对于这些优秀的选手 他免服兵役 或者是服替代役 这个部分院长你的看法怎么样 为了鼓励这些 数位内容产业 我想 有关辅导升学部分 等一下蒋部长 可以给你们做个报告 早上 听说教育部有开会吧 对不对 那会议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陈委员提到兵役的事情 兵役的问题我想先请院长回答 如果服兵役本身 这是国民应尽的义务 这宪法层次问题 我想很难去改变 这个不是宪法层次的问题 你也可以服替代役 对替代役的部分 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个院长 你大概没有听清楚我刚刚讲的内容 我是说韩国 他立法 可以免服兵役 那我们台湾 这些选手 是不是可以服类似这种 文化创意产业的替代役 或者是鼓励这些人 投入文化创意产业 数位内容 我想我们在服替代役部分 我们不需要修改任何法律 对 不能免疫 可不可行 但是你现在在我们 替代役的内容里面 没有这一项 这个因为过去 我们对数位内容产业 着重对于 软体产业的一些 辅导 协助和外销 院长你认为 这个部分是不是可行 这个我们可以请 大家共同来讨论一下 是不是可行 你的看法 你的看法 那优秀选手 体育的选手 可以服务一些相关的替代役 那为什么这些 电玩经济的选手不行 经济部 是这个主管机关 他对于数位内容产业策略 还有一个计划 我知道 我现在在讲兵役的问题 或者是替代役的问题 可不可行 但陈伟也了解 所有替代役 也都是各需求的部会会提出来 所以经济部 如果认为说是可以的话 到我个人 同眼就 这是 很有这个 好 那个经济部 可不可行 是 报告委 其实啊 他们这些玩家 这个都是 非常的厉害 实际上 我们的电 我们的电 游戏的厂商 很希望 跟他们能够联聚 可不可行 经济部 工业局 已经安排 要把产业界 跟他们共同的努力 看怎么样能够 就你只管机关的立场 你认为说 这些优秀的选手 假如是不 替代役 这个可不可行 如果他们 对我们的产业有帮助 就 电子游戏 所备他的版 就是 试用版 来贡献 来 贡献意见 来改良 那应该是 可以列入 电子游戏的相关范围之内 谢谢 那教育部 我先讲一下 我跟同学报告一下 因为过去 对体育优秀选手 是有先例的 因为体育委会有 体育竞技的替代办法 所以我想经济部 可以比状的办法 来做一个考量 我想 陈委员是这样子 我们了解了这五位 主要的选手 五位选手 其实四位在就学 一位修学 他们其实大概 没有马上 有这种 没有这种修学 深学的主要的需要 不过我早上的回答 是这样子 我希望就是说 我们会来看 我们过去对 Olympia 对于在学科的表现 在不同的 或者画面展这边 有一些特殊的方式 我们愿意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未来是不是这个管道 也可以通畅 那早上下一步开会的结果是什么 你们早上已经开过会了 早上开会 余秦是先充分的了解一下 我们初步的建议是说 当然他现在在既有的体系里面 他可以透过征选 因为征选 其实他这部分有好的表现 本来就可以加分 征选就没有问题 不过未来是不是 会有特殊的管道也来做 我想我们会做进一步的研议 会很快的 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很快一个月 可不可以 我想就是很快 没问题吧 那个院长 韩国啊 针对数位内容 他曾经通过文创业振兴法 里面其实明定啊 包括这些免除兵役 包括这些相关的数位内容 或者是说 这个周边的文化商品等等 这个部分 政府都有编列相关的预算在補值 那我们 马总统啊 总统府当时在99年1月1号 对游戏产业 就已经当时的业界 就已经给马总统建议了 但是我们很遗憾 在 经济部 以及文化部 编列相关有关数位内容 尤其是文创电丸产业的这个部分 这个预算 真的是少得可怜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部分 我还是要麻烦院长 就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是要 加强我国的这些软实力 提升我国文化创业产业的竞争力 这个部长 这个院长同不同意 对 我跟陈伟委員报告 我们过去的确太偏重于产业部分 比如说数位内容产业 它这个软体工业 它本身的一些辅导 它要外销等等 我们偏重这个 至于说 能够协助这个产业发展 包括说这些使用者 我们过去是有 所以 院长 我提醒你就是说 经济部以及病入考量 你看其实这个是牵涉到经济部 文化部教育部 甚至是内政部的替代役 这个理论上 你应该是比照韩国 成立所谓的这一广 文化产业委员会 或者是文化产业政经学院 是以行政院来称职 或者是指派特定的政委 去整合相关的这些 这个不管是法令的松绑 政府的鼓励 或者是相关预算的编列 应该是由行政院的层级来处理 才对啊不是吗 院长 主管机关他先处理 如果有问题的话 因为其他部位很轻松 大家都同意的话就没有事了 如果说他其他有困难的时候 当然行政院要来负责 院长 我真的不太 希望说看到这个结果是说 店完元年没有第二年 或者是说啊 我们这部位首长 提委会马上就 啊这一个 啊这个 马上接见 然后这个 教育部又急 这个急精锋 啊 经济部又怎么样 好像这个一段风来 大家开始在 主委这些事情 这个事情结束之后 什么就完全是落幕 这样会让人家觉得说 政府是在挂地方会 是在沾这些选手之光 所以我认为说 院长 应该是在行政院里面 成立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小组 来好好的整合有关 我们电子 竞赛相关产业的这些 啊资源 这个院长可不可以答应 可不可行 做个研究好不好 我们一定是看主管机关他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做出面 一定是这样的 这个院长我不跟你争执啦 因为今天还是要跟你讲预算的这个部分 是坚持就 那两位请回 这个 我们现在中央政府的这个 这个债务余额 大概已经高达五兆两千多亿 那占前三年的GDP 大概已经达到百分之三十七点一 已经逼近公债法百分之四十的举债上限 那在这四年来 中央政府所增加的这个债务 净增加大概一兆四千多亿的这个债务余额 所以这个这个速度 我们中央政府的总负债 这个累积的速度是相当精的 那这个 马总统上台之后啊 政府的这个赤字啊 可以说是从 你每年的这种税入税出的这个部分 以中央政府的总预算 不包含特别预算来看 这个在上个礼拜五 我已经曾经就交过院长 那这个部分在这几年啊 大概一百零一年是二零九零一百零二年是二一四四亿啊 所以台湾的这个赤字啊 光从这些税入税出的这个预算的一个结构比例来看 已经不是过去这种所谓的这种循环性的这种赤字 而是变成说一种结构性的一种赤字 这个院长你同不同意 我们一百零二年总预算啊 这个债务预约的增加率啊 是一年 就过去四年来最低的一次 我们尽量就是说 增结我们金长门 那来 你说什么债务预约 就说刚才 五十万七兆 我上禮拜都跟你讲过 因为一百年的公共工程的 扩大内需的这个预算落日嘛 对不对 我现在跟你讲就是说 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不加函 特别预算 因为特别预算已经落幕了 对不对 我们这样讲债务总预额嘛 五十万七兆嘛 对 但是债务总预额还是一直在增加嘛 没有减少嘛 对不对 存量 今年编这个预算 明年这个预算 应该是增加率最低的一次了 还是增加嘛 你还在讲还是增加嘛 对不对 还是在增加嘛 但是我尽量把这个增加率 压力最低的一次 所以院长 我今天要跟你就交 这个是肢结的事情 那为什么会这样 从你今年的这个预算来看 从你的这个支出面来看 税出的这个部分来看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债务余额累积庞大 还是在累积嘛 那造成债务负息 負担沉重 你以啊 这一个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利息支出 大概一千 一千两百多亿 我假如印象没有记错的话 它是占所有科税收入 包括这个 占科税收入 营业营与 事业收入大概已经达到百分之八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 你一百块里面 大概有八块 是要拿去付这个利息 所以你的税出部分 几乎有一百块里面 所以是拿八块去支付 这些相关的一个利息 那第二个部分 是人事费用居高不下 院长你知道说 我们今年啊 这个人事费用占 我们的支出总额 大概比例有多少 我们今年人事总额 其实人事费 其实已经三减很多了 我们竞价就是说 每个部会 通常通三百分之十 都有 所以今年 这个院长 今年的这个比例 大概还是二十一左右 过去二十三 现在二十一 二十二大概在这个部分 那家计 公务人员加薪百分之三 其实你假如 把我刚刚这个 債务复食 人事费用 你这个扣掉 当然你这次的预算里面 很清楚的 你看得出来说 经济的支出 公共工程的 公共建设的一个预算 創十年的新低 经济发展的支出 不错 創十年新低 总预算部分 我们还十年来最高的 总预算还经常 我知道 以总预算来讲 院长 那过去 因为很 你那个方式 特别预算 在公共工程的特别预算里面 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公共这么高 也跟特别预算有关 院长不对 你假如按照 按GDP的比例来算的话 是十年最低 那 经济发展 不是 约对金额来讲 我们是真的最高 十年来最高的 除以GDP来算比例的话 你还是十年最低 从1994年到现在 你现在是最低 你计算的方式 跟我不一样 不至于 这个我们不争执 这个院长 不要让我有时间 另外 经济发展的支出也是五年来最低 这个在立法院的预算中心里面 都做得非常 讲得非常清楚 那 我上个礼拜五 也跟院长 的一个请教 就是说 1.66的经济成长率里面 政府 你不管说 政府的投资 公营事业固定投资 都是副成长 换句话说 1.66里面 政府的 扮演的角色 是副的 政府变成做空 而不是在推动 经济的一个推手 所以 你回头 再来看说 政府这几年的 的计划 包括 减税 1800多元 从货物税 这个所得税 营业 事业所得税 相关的这个 證交税等等 这个部分 减税 还有对于税入的 一个 乐观的一个估计 包括说在整个 经济成长率 GMP 貿易总额等等 这个估算 造成说我们这一次 事实上在 税入有关 科税 收入 是浮编 结果呢 结果呢 结果就造成说 因为税入浮编 所以当然 预算的一个 预算法律的规定 你的 举债 这个部分 就降下了 所以你为什么 你7.5% 你把它降到6 因为你不敢 第一个 你也没有钱再编 第二个 相对来讲 老保 大家要求说 老保应该把它编到 总预算 老保 若是劳工的补助 我们是有做到 只有编预算 刚才你讲没有的话 是用剥补的问题 我上次有没有 只要对 你不敢 那里 你不敢 一路 又要 你不敢 你不敢 我 你不敢 你不敢 好 陈委员时间到 好 谢谢